一哥一姐 从来都是实至名归 比的是实力 听的是人气 本期《潮流白皮书》 就带您认识中国东南西北各地的熊猫一哥一姐们 目前出差常驻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大熊猫顺顺 到了海南之后 已经获得了海野恶少的称号 这是因为 除了日常干饭之外 顺顺的精力全都用在拆家 练武功以及搞破坏这些市场了 今年十岁的顺顺 2013年在四川亚安的避风峡熊猫基地出生 2015年 顺顺年满两岁 长大成人可以独立生活 他就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贡贡 一起出差 到山西生活了三年 2018年 五岁的顺顺又和哥哥一起 飞到了海南 从此就在南方落地生根了 别挑了宝贝 你挑啥呢 顺顺来了海南 很快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奶妈的口音略有不同 顺顺很快适应了 见到了过去 在老家四川 没见过的椰子 顺顺先是仔细把玩 最后徒手就劈开了椰子 顺顺和哥哥一起搬到海南 也算是支持海南的发展 顺顺和哥哥的到来 增强了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实力 海洋也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顺顺和哥哥住在一千多平米的熊猫世界 顺顺的家里 有室内豪宅 还有室外运动场 假山 水池 草坪 木爬架 玩得吃得一英俱全 生活很是享受 顺顺有自己的私家小泳池 还有好几条船 不过几乎每条船都被顺顺愤怒地拆掉了 而原因则是因为 顺顺多次想乘船出海 无奈总是翻船 本想做乘风破浪的哥哥 却成了破釜沉舟的倒霉蛋 所以顺顺就把气撒到了无辜的小船身上 虽然大家都看得出 沉船的主要原因是顺顺的体重 但是也没法跟顺顺解释 只好任凭他发脾气 说完了海南一哥顺顺 让我们北上来见识这位叱咤大连的一姐 飞云 飞云2010年7月 在四川雅安的避风侠熊猫基地出生 今年有13岁了 飞云天生就长着一张仓鼠脸 微笑嘴 小时候外号仓鼠云 长大后又有了新外号 飞云 2012年 飞云姐两岁的时候 和小伙伴金虎 妙音一起搬家 住进了大连森林动物园 来到大连之后 飞云和金虎 妙音一起被粉丝们称为大连三宝 但是唯独飞云姐 因为种种事迹 成为了大连地界上绝对的一姐 飞云的粉丝都喜欢用这首蒙妹子的神曲 作为飞云的出场背景音乐 如果你听到这样的音乐 再看到飞云这一张张的笑脸 就以为她是一个无比可爱的蒙妹子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 飞云是回头一笑百妹声 一拳打死卤之身 穿得越粉 打得越狠 蒙妹子的外形下 长着一颗硬汉的心 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妙音和金虎 都被她抱走过 小时候的飞云异常可爱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位姐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结石 很快吃出了魁梧的身材 现在的飞云体重接近三百斤 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飞云 不过 虽然胖了那么一点 飞云的颜值始终在现 年满十三岁 女汉子飞云还带子归忠 毕竟能嫁于飞云姐的 绝不是一般小熊 粉丝们给飞云物色过蒙家族的 二哥蒙二 也就是三太子蒙岚的二哥 江湖上一直传着他们的绯闻 而至于青梅竹马长大的小伙伴金虎 大家都觉得没有任何可能性 金虎本雄也已经就此事表过态 奶妈问金虎是不是喜欢妙音 金虎音音作答 但是再问是不是喜欢飞云 我们金虎转身就走了 说喜欢妙音 哎呦我天呐 好好好我知道 江湖上的一姐不止一个 大连有飞云 广州就有雅一 游客来广州动物园 看雅一都要夸她是靓女 就在这一声声的赞美声中 雅一逐渐迷失了自我 她似乎知道自己是个明星 游客来了 她就积极互动 尽情地散发自己的魅力 雅一今年也有十岁了 她2013年8月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生 妈妈是著名的大熊猫新雅 新雅六岁时第一次生育宝宝 生下一对龙凤胎宝宝 姐姐就是雅一 而弟弟就名叫雅二 妈妈新雅 自己也是双胞胎中的一个 新雅的双胞胎 姐姐新龙 也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宝宝 起名的方式跟雅一和雅二一样 分别叫做新一和新二 雅一出生后 大多数时间和自己的表哥新一 待在一起 早在2016年的时候 才两岁多的新一贺雅一 就担起了重任 她们阶梯上一任出差 广州的前辈文力和文雅来到了广州 转眼间 新一和雅一就在广州生活了五年 广州市民都说 雅一这趟做树干的样子 已经很有老广的感觉了 说完了海南 大连 广州的一哥一姐 该来说说北京的最红熊猫了 说到这儿 可能不用我提示 你也知道这北京一哥 是非他莫属了 萌兰的故事就实在太多了 从她的出生开始 就可以说上很多 萌兰的爸爸妈妈 都是明星熊猫 她的妈妈萌萌 曾是北京动物园的影后 年轻时的姿色 在熊猫界数一数二 爸爸美兰 因为长相太美 一直被误判为女熊 有爸爸妈妈的基因加持 萌兰2015年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出生的时候 就是一致公认的美貌可爱 就连人类奶妈将左眉眉 都毫不掩饰对萌兰的偏爱 另外一只萌萌的仔 我认识 萌萌的仔 肩带很整齐 比这两只都整齐 萌萌仔的肩带好整齐的 这两个都不好 你那么多仔 为什么只醒它 长得乖呗 小时候颜值好高的 我后面长残了 这长不长残不重要 我们阳光 开朗 大南还萌兰 不是靠颜值吃饭的 我们平的 可是聪明的脑子 和可爱的性格 萌兰从小就聪明 奶爸帮别的小熊洗澡 萌兰会模仿他的动作 也帮奶爸洗洗澡 小小年纪就很懂事 知道把门关关好 小弟背门卡住 萌兰还会积极营救 萌兰的性格开朗 只要来了游客 他一定大方表演 绝不让你们今天白来 粉丝开玩笑说 现在都拒绝动物表演 但是实在没办法 拒绝动物硬要表演 大家纷纷猜测 萌兰多半是北京动物园的股东 所以这么卖力自家的票房 或是他可能是觉得 北京动物园离开他 一定活不下去了 所以颜值越高 责任越大 请大家都来支持工作 记得一定要来看看我 无论身在北京 大连 还是远在海南 广州 一哥一姐们 其实都来自熊猫的故乡成都 作为熊猫的大本营 成都的熊猫数量最多 所以成都的一哥一姐 才是熊猫界绝对的巅峰和顶流 数字上的游客下来 小朋友不要发数 往下走 还有 拍了照的游客往下走 请你们往下走 下面又不是没有熊猫了 被形容为三角饭团 短胖炸毛的荷花 就轻轻松松 毫无争议地拿下了成都一姐的头衔 荷花有多红 已经无需赘述 想看更多荷花的完整节目 请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更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锁定最精彩的轻松话题与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